妮可帮 帮 或自己的一些审美啊都不一样 所以呢我不敢代表一个群体去发声给大家进行指导 所以呢我只敢说就是根据我自己个人向的一个选择粉底 那如果你是在选择粉底上面有一些困难或困惑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我选择粉底的这么一个顺序 还有我会考虑哪些因素 希望可以给到你的一些帮助 再次强调一下是个人向的哦 那现在这些放在这里呢 我们就假装它是你脑海中已经有印象的 你有看过自己喜欢的博主用过的一些粉底 你有可能会选择它 这就是你脑海中的粉底门 然后呢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写预算 我买任何的东西我都会先写一个预算 就是我大概能承受的价格范围 好那我们模拟一下 我今天呢可以承受的价格范围呢 是800块钱人民币以内的粉底 所以我们就把印象中是800块以上的 我们就淘汰掉 那首先淘汰呢是这一个这个是1000多的 这个亚诗兰黛的这一瓶粉底呢 好像也是900多港币 Dior的这个花蜜的这个粉底我已经用完了 那它也是900多港币的 那当你设下这个预算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稍微理性 然后狠一点 不要再去看那些800块以上的粉底了 我自己是这样对自己要求的 我觉得粉底产品之间 它们最大的一个差异性 一个分化的点 一个领域在于它们的妆效 妆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审美化的东西 所以设定了预算之后呢 我第一个会考虑的因素呢 就是妆效 我会去想我到底现在想买的这瓶粉底呢 是要光泽类的粉底 还是亚光雾面的粉底 亦或是处于它们两个中间那种半亚光 半光泽的那种粉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给大家大概的去总结一下这两类 就是光泽和雾面这两类产品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但是我只能一个笼统大概的说 不代表每一款产品都一定符合这个规律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那首先呢就是光泽类的粉 那光泽类的粉底呢 整体上它在你脸上的妆效呢 因为比较有光泽 所以看下去会比较自然一些 滋润度也偏高一点点 但是遮瑕力会相对的弱一些些 那我觉得这一类的光泽类的粉底呢 比较适合那种皮肤偏偏干的同学 本身肤质比较好 又没有什么痘痘肌困扰的同学 亚光雾面的粉底呢 妆感会偏重一些 然后它们的遮瑕力会更高一点点 它的质地在脸上呢 会比起光泽类的 会显得更加清爽一些 我觉得这一类的粉底呢 就比较适合 可能比较适合偏油皮 比较有痘痘肌问题的同学 另外我想提醒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使用那一种偏雾面的粉底 那我自己因为是痘痘比较少的 皮肤呢也是偏干燥一点点 我喜欢的妆效呢 也是更加偏自然的 所以我个人的取向呢 是更喜欢那一种偏光泽类的粉底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又要在我脑海中的这些粉底当中呢 筛选掉一部分 欧莱雅的这一款呢 它是亚光的 然后为MWYL的这个粉底呢 也是偏亚光的 我选粉底的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要考虑这款粉底产品 它的滋润度问题 那我其实我个人建议 要化妆的女生 每个人手上呢 应该是要有至少两瓶粉底的 因为你至少有一款呢 是你夏天的时候用的 它可能比较清爽 有一款呢是冬天用的 然后它是滋润力度比较高的 反正我目前用过这么多粉底来说呢 我没有遇到过一款 既控油又很滋润的粉底 那现在广州呢 已经我们是要穿长袖的了 所以已经算是入秋了 那即将要入冬的话呢 我想要为自己选择一款 滋润度比较高的产品 那其实如果详细要说滋润度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分为很多个等级的滋润度 但是如果你分这么多等级的话 你真的选粉底的时候 会头脑风暴 天哪到底怎么选那种 那我一般自己呢 只会把滋润度分为三个等级 一个呢就是属于控油的 很清爽类的 一个呢就是属于中间的那一种类型 就是不是很干又不是很油的 然后呢第三个呢 就是偏油润挂的粉底 那我一般呢自己在夏天呢 就是用中间等级的那一种 不油不干的 因为我是干皮嘛 所以我不能用那种很控油型的粉底 然后呢到冬天呢 那我就会用那种油润挂的粉底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脑海中的选择 我们来选一下这个不适合 然后这个fit me的也不够润 好 经过这个第三个步骤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自己脑海中所剩下的粉底 其实就变得少了很多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渐渐的比较明朗 知道自己的一个方向了 考虑完滋润度这个因素之后呢 我才会接下来考虑第四个 就是遮瑕力还有持久度的问题 这个就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啦 持久力这个的话也很看个人的肤质 所以要像我的话呢 我需要的遮瑕力呢只需要到中等 甚至偏低一点点我都可以接受 我冬天呢本来就是干皮又不怎么出油 所以基本上在我的脸上粉底都不怎么会脱妆 所以在持久力的这个考痕点上面呢 我不是那么的苛求 如果你是持久型的那当然更好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现在我脑海中剩下的这些粉底呢 都是符合我的要求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说是说是脑海里的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选过的产品嘛 所以他们就这一轮就没有要淘汰了 那因为今天呢是一个模拟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现实中真的在脑海里面思考的话呢 我觉得就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步骤 好终于来到我们倒数第二个步骤了 那倒数第二个步骤呢 我才会去考虑它的质地以及它的形式问题 质地呢就是可能是它是粉底液呢 还是粉底霜呢 还是粉底膏呢 然后形式呢会考虑的是 我是要用喷雾类的呢 还是气垫呢 还是普通的粉底液类 那这个就真的很看个人啦 如果你是想要出门补妆方便的 或者说上妆方便的 你可能会选择气垫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因为早期的一些韩系的气垫呢 会对气垫有一种不好的印象 但是我说实话 在我后期用的一些欧美品牌的 比如说Burby Brown的 Dior的 还有刚刚淘汰了 因为一些因素不适合的一些气垫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所以就大家不要觉得气垫就很鸡肋 这里提个醒 那其实质地和形式呢 真的很考究你个人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有跟你的可能工作也有关系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知道我的冬天呢 这个冬天呢 行程是很多 我经常可能不在家 我要把它带出去 所以我需要一个轻便的东西 就是好上妆的 所以首先我会淘汰掉呢 就是喷雾类的产品 因为它又大呀 会容易喷得到处都是 一般来说我是很喜欢粉底霜的 但是也是因为一般粉底霜呢 它都比较麻烦 你看它带个小勺子 它是霜状的 它很难挤出来 一般都是你要这样挖的 所以那粉底霜呢 也不会考虑 那把喷雾和粉底霜 这种形式还有质地的 我排除掉之后呢 大家看到我中间上还有一些 那是因为这是个模拟嘛 这些产品都是我喜欢用的产品 你知道我怎么淘汰它是不是 但是其实你现实中呢 到了这个步骤呢 应该心目中是只剩下那么几款的 所以我现在呢 也模拟你们脑海中 就是可能会剩下的一些款 我们来排除一些干扰 那到了最后的步骤呢 你可能就会只剩下 心目中的两个或三个 假设就是我现在心目中 想要买的产品 但是还在纠结当中 会回顾到之前的一些步骤 你可能还会再对比一下 它们的遮瑕力呀 因为是一定会有所差异 比如说像气垫的话 整体上它可能会 遮瑕力度比较弱一点 那如果你想要遮瑕力度 强一些的话 好那就把它淘汰掉 那就要回顾到之前的一些步骤 再把那一些前面对比过的因素 再把它们三个再对比一遍 那你就可以得出 你到底自己想要的是哪一个 或者说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 它们因素都差不多 那你就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一个 然后我呢 对比了前面的一些呢 我就觉得 好 Dior的这个呢 遮瑕力度有一点点弱 我取的这个呢 很好 但是它有点重 可能不太方便我拿去旅行 所以呢 我就假设我私心的 pick了这一款 TF的粉条 就是滋润度也很好 各方面的因素 我都比较喜欢 价格也符合 那最后最后一个步骤 也是大家最纠结的步骤 那就是 怎么选择色号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在我之前的公众号里面呢 是写过一篇科普类的 关于选择粉底色号的一些建议 包括看手上的什么血管啊 或者说你适合带银饰或者说是金饰的那种去判断 但是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最后 我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什么看血管 看银饰这种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大概的参考 因为像我 我的血管就是又蓝又绿 那我怎么判断 然后我觉得我又适合带银色的首饰 也适合带金色的首饰 那怎么办 也没法判断 就觉得有我像我这种人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什么样叫做黄皮 什么样叫做黄 你来告诉我什么样叫做黄 我自己都形容不出来 我跟你说我是黄一白 然后你在镜头里看着我 就算你看那个博主 你觉得跟他是一个肤色 你见过我真人吗 你知道我真人有多白吗 不知道啊 因为镜头这种东西要跟灯光 跟打光 跟整个环境 像我整个房间就很黄 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你怎么能够通过镜头去判断这个博主 跟你是不是一个肤色 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买呢 这个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黄皮 比如说黄皮 有分暖黄皮和冷黄皮 还有中性黄皮 你怎么分 很难分 我在我很久以前的直播里面就教过 大家说 想你这之后都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粉底的话呢 你需要不要脸一次 那就是去柜台 你第一次不要脸呢 要很不要脸 因为你不只要试一家 你还要试两三家的粉底 你不买 但是你就装作你想要买嘛 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去柜台试粉底 一定要素颜区 不要抹在手背上 一般像我用手背 比脸白的人呢 是在手背上没有用的 素颜区 然后点 点涂在你的脸上 点涂在这个地方 对比一下 你要知道它一共有多少个色号 并且要知道 你是在脸上最适合你那个色号 排在这所有色号里面的第几白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比如说像我一般就会选择 粉底里面的第二白 这就是我的规律 这是我给大家很忠心的一个建议 我不想随便说 你啊 怎么样去网上看一下那一些 什么色卡侧一侧 我就觉得不准的 只有亲身去试才可以 而且也仅仅只是去逛个街而已嘛 稍微脸皮厚一点 你就能 之后都可以很幸福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选择粉底的时候 我脑子当中会经过的一些步骤 我把它详细的列列给大家 希望呢 还是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当然啊 这个真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方向 如果你也有一些 就是选择粉底的技巧 是你自己研发出来 特别适合自己的话呢 我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 或弹幕里面多说一说 让大家有更多的参考信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呢 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的话呢 请记得多给我一些弹幕硬币收藏 还有分享 最后这一期视频 依然是会有福利送给大家的 那这一期抽奖的福利呢 嗯厉害了 那就是来自于知生堂的 这个月威的眼霜正装的一个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眼膜一盒 分别送给两个同学 那参与抽奖的方式呢 就是在这一期的视频内容里面呢 会随机的在哪个地方出现一个暗号 然后你把这个暗号呢 输入到我公众号的后台 那呢 它就会弹出来一条链接 你这样就可以参加这一期的抽奖了 那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